下一个问题 他说外国人嘲笑中国人不团结 有些国人提倡抵制外国后 请问身为佛弟子该如何做 抵制外国后是否也是报国家恩的行为 佛法凡是都讲你的法心 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现在的社会跟过去不一样 这也不能够不知道 过去没有这个科技的交通 没有资讯 人与人之间 真的是大多数老死不相往来 一生就居住在这个地方 活动的范围通常大概就是一个县吧 隔壁的县都很少去了 所以他有爱乡爱本土这个观念 现在交通便捷了 资讯发达了 你看环绕地球一周 两天 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村了 所以很多人说地球村了 变了一个村 那这个村里面的事情 你就不能不关心 它对我个人 对我家庭就会产生影响 那我们报自己国家的根 也要报全世界众生的根 希望世界上没有冲突 希望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都能够互助互助 共同来维系 整个世界社会的 互助互助 这才是真理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自己只要把 伦理道德英国 这三方面做到了 自然会产生影响 你说外国人嘲笑 中国不团结 中国人不团结 这个事实真的不是假的 外国人提出来 我们自己要认真去思考 不是人家嘲笑我们 是我们真正不团结 直知道雇自己 连自己的家都不顾 你有没有顾及到父母 有没有顾及到兄弟姐妹 有没有顾及到你的族群 你的亲戚朋友 没有啊 真正能顾及到是少之又少啊 我一生只看到一个人 我在抗战期间 在贵州念书 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 这个人一生 神吃解忧 过的最辛苦的生活 他收入 他照顾他一家 他在台湾 家人在大陆 兄弟姐妹亲戚朋友 多多少少的时候 每个月都给他们几点钱 不容易 数字虽然不多 那个用心了不得 他没忘记 又还没忘记 优uffy 没有 人 优优雅 宝贝 我们 优雅 优雅 我们